大家好 我是Ben 今天一日一波衣說的就是 南網隊 Jason Kit 的復古波衣 2000年頭 NBA 就搶錢 不停出一些復刻復古 即是舊款的波衣套到新球員身上 這件是其中一件 之前1976年 ABA和NBA合併 有幾隊 ABA的球隊融合了NBA 其中一隊就是南網隊 當時南網隊是在紐約的 之後轉為新澤西 Jersey 當時最出名的球員是Dr.J Jayson Kit 在2000年頭 去到2008年 當時都在南網隊那裡效力 當時有流行復古波衣的熱潮 Jayson Kit當然是 都是南網隊當時其中一個大家喜歡的球員 當然有去波衣 我這件就是VBOT的粉絲版 大家叫做D字是印上去的 你見到有NBA章 VBOT 還有草申都加大碼 它是5號的 但是如果ABA時代 會寫著紐約 不是紐約 尤其是作客那件 作客那件是藍色做主色 主場是白色 這件衣服我最喜歡的就是旁邊 那些星星 很美國人主義 我自己很喜歡這些 有些星啊 有些快樂波衣 有段時間這波衣就是簡約主義 一件衣服 只有一些字 我就一般般 那 Webta 暴龍 我都很喜歡 或者灰熊 那件我都很喜歡 那 遲些會說 那 看看尺寸 它就在 右下角的 不是平時那些左下角 那 儲開一樣 都是加大碼 那上面就說 Hatwood classic Vintage 就是一些 復古的波衣 這件我自己都很喜歡的 那 但是當時呢 都是我 有些片都說過 去2000年 雖然都是加大碼 因為當時都流行 Hip-hop 衣服 那 那些衣服會比較大的 同樣是加大碼 都大過 Champion那件 少少 還有 Jayson Kidd 其實是入到樽的 他剛剛 新人那時候 在達拉斯 那時候 第一次新人在達拉斯 是入到樽 很厲害的 那當然之後 又回到達拉斯 又回到達拉斯 又回到樓利斯基 拿了總冠軍 那我們看看 背面是怎樣 那這裡就背面了 就是Kid 5號 都是印上去 整件白色 正面好看很多 好的 那 Jayson Kidd 新人那時候 就打達拉斯 都有入過樽 那時候就 3Js Jumont Marshberg 還有 Jim Jackson 三個就3Js 那 都算是一個名堂 之後去了太陽隊 都打得很出色 當時用32號 之後 轉去新澤西 再之後就回到達拉斯 那 回到達拉斯 那時候他用2號 也是拿了總冠軍 搭 露威士忌 最後他就效力紐約 挺有趣的 一開始就在達拉斯 之後拿了冠軍 之後就去打紐約 就不是紐約網隊 是紐約人隊 亦做 算是有些巧合 那今天這條片 講到這裡 我們下條片再見 拜拜 我就是想要 會有些巧合 封面 我會有些巧合 我會有些巧合 那是 我們下條片 那是 有些巧合 有些巧合 真的